配合我們,我們可以在組織手裏保護你 好過你自己一個人害怕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罪凶檔案》 第501集 哼,就憑你們? 李慶雙手交叉,不停地拗自己的手指甲 面上帶著緊張 你們做不到的 我開口說了 或者像你所說,我們不能保護你 但我們可以剷除這個組織 這樣你就安全了 逃避是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跟我們配合剷除這個組織 不僅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還是重大的立功表現 你的刑期不僅會減短 甚至可能緩形 李慶看著我們 對手不自覺地抱在自己身前 我盡可能壓抑自己的急躁 給他自己思考 我甚至一度以為李慶會答應我們 是,但最終他還是領著頭說 你們什麼都不清楚 你們說的話根本都言不到 那你現在真是承認你跟這個組織有關 隨便你怎麼想 李慶突然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 反正我就已經玩完了 你們還不知道組織裡的手段 我告訴你們 你們很快就會見到 唉,我們已經見識到了 我有點頭痛地想著 心裡邊更加確定 現在不能告訴李慶知 田谷的女兒被綁架的消息 唯有這樣他才有可能選擇跟我們合作 於是我跟他說 你想想 我們已經抓到你和張浩東 而且你犯錯了這麼多天 組織都沒有派人來殺你 看守所裡面很安全 但你入了監獄就不一樣了 可能你會被分到一個 都是殺人犯的監獄裡面 然後某一人和其中一個人起衝突 死於監獄裡面的暴力衝突 這個是不是你想要的結果 不會這樣的 李慶的面色有點難看 李慶樂拆穿他的恐懼之後 他就有點繃不住了 漸漸地失去那份重庸 出現判斷上的錯誤 而且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的搜查行動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已經找到組織的行蹤 很快就可以取得進展了 組織沒有你想想得那麼厲害 最起碼警察系統是可以保護你的 我開始說謊 這種叫做欺騙審訊 是很常見的一種行為 理論上來說 對犯人說謊是不構成違法的 但是李慶這個時候明顯很慌 如果在平時 他很有可能通過分析 證明我的說話是假的 但是現在他的思維被恐懼佔領 失去了冷靜思考的能力 正在我覺得要有進展的時候 突然又是敲門進來 田谷視义我跟他出去 我望著眼許諾 視义他繼續審訊 然後我跟著田谷走出來 田谷帶著我去到一個沒有監控 也很少人來的地方 遞了支煙給我說 你們都知道了吧 我點了下頭 局長 我尊重你的決定 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 這種時候 一味向劫匪低頭 是不明智的 田谷叹了一口氣話 唉 我知道你說的是對的 但是我想著我的女兒 還在他們的手上 我又怎可以不聽他們 其實我也很糾結 說不然你跟子敬找到這個秘密 是一件好事 那你知不知道 是誰綁架了你的女兒 我把話題引回正路上 時間緊迫 我們必須一步不差 我不知道 田谷叹著頭說 他每次都用變身器 然後用公共電話打過來 我都派人去查過那些電話亭 但是這些電話亭 大部分都是比較老舊 又沒有監控 都不知道那個綁匪 究竟有什麼特徵 是他要求你 叫楊剛和李慶他們見面 是 我也覺得這個要求 很不可思議 但是你來找我的時候 我剛剛受到威脅 你跟我說的時候 我一開始覺得不可自信 但是很快就反應過來 這樣可能是最好救我女兒的機會 所以我才會同意安排楊剛進來 我有點無奈 那就是說楊剛肯定有問題了 我們可以確認 JC集團和這個組織的關係 不是好像表面上看上去 那麼水火不容的 田谷點了下頭 心急一口氣 看著我眼睛說 這次照你的意思 是想你代替我 成為總指揮 我大吃一驚 看著田谷連連擺手 我哪指揮到這麼大的行動 都是你來吧 我現在沒辦法 以一個局長的身份去考慮問題 田谷沒有掛鬍 整個人看上去很狼狽 你接替我指揮的權利 我就可以作為一個父親 為這件案子盡一份力 我只是希望你 可以幫我救出我的女兒 有些說話 緊在我喉嚨 但看著田谷潮脆的樣子 我真的很理解他 刑警都是人來的 我們可以不畏懼犧牲 但我們沒辦法 看著自己重要的人受到傷害 而無動於衷 那我試一下吧 我在田谷的手裡接本了這件案子 但我們約定好 只是實際上的指揮權變動 為了穩定局勢 田谷還是實際上的指揮人員 於是我重新規劃了我們的目標 現在需要營救田谷的女兒田佳佳 大致至目前為止 劫匪正要求我們 將楊剛送到李慶面前 這一點令我不自覺地把視線 轉移到楊剛身上 劫匪要求田谷保密 所以我不可以明目張膽去查楊剛 亦不可以跟他直接接觸 如果我酒樓風聲 讓劫匪知道田谷已經把事情告訴我們 那麼街街就會很危險 我送到田谷回去 叫他好休息一下 剩下的事情等我們來處理 然後我們回到警局 將這件事告訴許諾 許諾很吃驚 事情發展得太快 超出我們的想像 但許諾很快反應過來 她點頭話 嗯 現在這樣的情況 田谷來指揮的可能會出問題 但你將這件事搬下來 你就不怕萬一家家出事後 那怎麼辦 算了 本集就說到這裏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 《追凶檔案》 第502集 我跟著頭話說 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而且我也不想 因為怕背包而退縮 這樣的話 這件案是誰來解決 難道就被劫匪肆事已妄為了嗎 許諾讚許諾 抱著我 然後建議說 那你一定要小心點 要保護好家家的安全 嗯 這一個都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點頭 但隨即有點為難地說 但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局裡有外人的耳目 這一點我們是知道的 如果我現在大規模地召集人手 來查綁匪的事 那麼階階被綁架的事就會暴露 那麼階階也空多吉少 但如果我不將事公開 那又如何查呢 許諾也有點為難 她想了一下說 要不這樣 你組織一小隊 可以信任的人 專門查這件事 不行 這個時候 將分散各個地方的人 混在一起 那豈不是很明顯告訴別人 我們知道些什麼 唉 那怎麼辦 許諾攤大手把 無奈地問 不用急 我有辦法 我心生一計 然後拿出手機 打電話給田子敬 田子敬還在附近 不用五分鐘 他就來到我們面前了 我拉著他來到辦公室 看著他說 那 長話短說了 你可不可以抽幾個人來幫幫我 你叫我幫你 田子敬就慢未問 警局裡那麼多人 只吃飯不做事嗎 我聰明阿堅說 我擔心警局裡 有其他人的耳目 為了家家安全 我們只能盡可能 少讓人知道這件事 我的計劃 就是你派一些人 用檢察院的名義 去接觸楊剛 看可不可以發現什麼 另一方面 可以拖延一下 楊剛離警局的時間 我把消息 給幾個我信得過的人 叫他們在自己 目前的崗位上代光 實際上 是來搜查關於這件案的消息 盡可能不讓對方發現 田子敬就慢未思考了一會 我可以幫你 但是就跟小孩 而且還不可以為了這件案 單獨行動 你可以找到綁匪的消息嗎 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我點了一支煙 你想想 我們不經不覺之間 被綁住了手腳 就這些資源 我們都只能夠動三天 三天一到 我們可以調用的資源 就更加少了 田子敬嘆了一口氣 按我說的去做 夜深了 我沒什麼睡意 我將任務交給小趙 幾個可以信任的人 叫他們去查一下 田谷家附近的監控 看可不可以找到 嫌疑人的線索 然後祝福他們 做事的時候 一定要隱蔽 千萬不要被人發現 任務安排下去之後 我就開始查閱 這個搜查行動的進度 現在我要負責的事情 變得多了起來 我正在看 突然間有電話進入 是楊剛的 他問我 具體什麼時候可以來警察局 我想了下告訴他 現在稿內 對李慶和張浩東都在審問中 時間還沒安排好 但我們會盡快 而且我特意提到了 這件事是田谷安排的 我會盡快 楊剛滿意地吸了電話 我鬆了一口氣 最起碼 我現在反跪給楊剛的消息 是沒有漏洞的 然後我又想起李慶 剛才的對話還沒說完 於是我起床 又去到審訊室 李慶還在這裡坐著 他面上帶著一種緊張 看到我進來 他不可以自控地 又用手護著自己的肩膀 我坐在他對面 直白地問他 你考慮成怎樣 要不需要跟我們合作 我們現在可以給你更好的條件 只要你願意給我們提供一些 關於組織和在途兇手的訊息 我可以幫你安排一個 條件好一點的監獄 我可以保證那個監獄更加安全 你輕望了我一眼咬牙蚊 你可以保證你說的話有效嗎 我點了一頭話 我是D視刑警大隊的隊長 我的話很有份量 你相信我和我合作 就等於和整個D視警察合作 而且順便提一提 我還是公安廳廳長的女婿 這個身份可否令你安心一點 李慶掙扎了半天 都沒有勇氣說 他給了一個這樣的答案 你等我反而好好地想想 我明天答覆你 我面上沒有什麼表情 但心裡太多淡氣 夜長夢多 拖得越內就越麻煩 但現在李慶的精神狀態不是很好 我擔心逼得太緊 反而會懂得其反 所以就唯有答應他這個說法 讓他回到拘留室裡 出了審訊室的門 許諾就在對面等我 我們一起回辦公室 我看了眼鏡 時間已經有點睏了 於是我叫許諾睡一會兒 而我呢 就繼續翻閱這幾天搜查到的資料 反貴的訊息很多 各個部門各個地方反映上來的消息 沒有經過任何篩選 就進入我的視野裡 而我要在這麼多消息裡 找到關於兇手和綁架犯的消息 很多時候 線索不是直接的 不是放在明面上一眼就看得出的 有可能在其他案件裡 一些看上毫無相關的線索 反而可以提供消息 我找了一晚 翻閱了大量的東西 找到不少的消息 比如說東二環偏南的地方 有幾間飯店失洩 少偷偷了些食物 但沒有大額的金錢損失 這樣的線索看上去沒有用 但這幾間飯店的情況很一致 都只是不見了一次東西 而且是不見了吃的東西 那就很符合一個暴露了獎賞 不可以公開購買食物的人的行蹤 我總結了一下這幾間飯店的失洩時間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空手在東邊繞了一圈 實際上又返回市區 這個信息令我大為吃驚 如果問我幸運 剛好見到這一條 我們的警力就會大量浪發在盤柴路人上 本集就說到這裏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贊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在現在聽的是 追兇檔案 第五百零三集 我心入邊一沉 或者空手一開始 只是故意露面 讓我們在東邊部處境力望 正中他下懷 我馬上將這個發現 匯報給田谷 田谷對這個消息非常重視 他馬上返回警局 連夜改變搜查方向 其實田谷來了之後 我心裡踏實了不少 我告訴他 我和田子敬的動向 田谷思索了一下 有點疲憊地稱讚我 這是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 正當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田谷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 田谷整個人彈起 而我示意他 一定不能讓對方發現端來 雖然田谷是個老型警 但我也是擔心一個父親 可否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田谷的表現 比我想像要好得多 通話結束之後 劫匪沒有任何疑惑 電話的內容 是綁架犯想確認一下 楊哥來見幾個嫌疑人的事 扮成怎樣 田谷告訴他 最遲後日就可以了 綁架犯很著急 告訴田谷 如果明天搞不好就撕票 而田谷的情緒都很到位 最終與綁匪達成一致 我鬆了一口氣 好打就想取到時間 而且綁架犯沒有發現端來 即是代表 街街暫時是安全的 田谷看著我 有點擔憂地說 時間不多了 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盡快找到那個人 我安慰他 田谷 你先不要急著 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 是不知道綁架犯是誰 是哪一方的勢力 他叫楊剛來見李慶他們 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你心裡有沒有人選 不好 田谷虎笑著說 我有個猜測 我看著田谷對眼很認真地說 空手這樣要求 肯定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我們可以由這方面入手 楊剛來見這兩個人 對空手來說 會有什麼好處呢 田谷想了一下說 這樣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楊剛答應了我們所有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可以傳達什麼消息 這一層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如果說這個人 他要傳達消息 那麼這個人 一定是組織裡面的一員 而這個組織 暴露在外面的 還有在市區活動的 我們便可以知道其中一個 田谷的表情 帶著十足的驚訝去問 難道說 綁菲和殺手是一個人 這個猜測 在我腦裡面 其實早就有了 但一直沒有找到證據 所以也不了了之 直到我發現 薩托魯章兇手的終跡 他的終跡其實很奇怪 可以看得出 一開始他的確想離開一些事情 他苦苦地穿過一個市區 就是為了由東邊離開 但突然間來了個轉接回到市區裡 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接到新的任務 而這個任務 很有可能就是綁架田階階 這樣的猜測 令我們搜查的方向變得簡化了不少 我們需要查的 其實都是殺害老張的兇手 只不過變得更加逼切 田谷看了我一眼說 假設你這個猜測是成立的 那我們可以加大對這個人的搜查力度 這樣一個命令下達到基層 不會引起那些人的耳目和懷疑 而且我們還可以集中注意力查這個人 這個發現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其他的線索 佳佳在哪裡被人拐的 在幼兒院外面 唉 佳佳想要喝可樂 我就帶著他去買 但是買完單領頭一看 佳佳已經不見了 當時有沒有攝像頭 沒有 田谷嘆了一口氣說 唉 我當時就問了 但是老闆說那個監控 在三個月之前就壞了 沒辦法用 所以都不知道那個綁匪是什麼樣 當時是諾巴萬告奉 既然這個人 可以不知不覺地把佳佳帶走 這樣說明他有迷藥之類的東西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入手 找一下有沒有失蝕的迷藥 或者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田谷緊張地說 如果我們查這方面的東西 會不會引起那個人的注意 我令了阿桃說 以我的看法 這些人就算是有耳目 都是一些基層同志 這件事我們自己查 不將命令傳下去 應該不會被發現 田谷嘆嘆說 等這件事結束之後 我一定要好好整頓有阿桃裡面的人 哼 估計沒什麼用了 這些人最擅長用錢來腐蝕人心的了 就算驅逐了這一波 也還有其他人會被腐蝕 就這樣吧 我們動作越少 引起的關注就越低 那我們行動起來 也更加方便 田谷點了阿桃說 紮失節的時候 一定要謹慎一點 不要被發現 我沉思了一下 突然間有了更好的想法 其實呢 如果想真的不引人注意 最好的辦法 就是我們不參與 阿田之敬禮 他行動 反而不容易引起注意 田谷同意了我的提議 現在他不想沒有任何一點的風險 喊田之敬禮茶 比我茶更安全 我安慰了田谷幾句 出了辦公室 在酒廊上邊 我突然見到一個女人的身影閃過 我馬上轉回頭 但什麼都沒有 又是幻覺 我有點煩躁地拋了頭 這個幻覺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出現 嚇我一跳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越來越容易受到驚嚇 我回到辦公室 儘管我很小聲 但還是吵醒了許諾 他擦了一下眼 現在幾點啊 我告訴他 時間上早可以再睡多一會 他拋了阿頭說 單案怎樣啊 我將大概的發展跟他說了一下 聽到在途那個兇手 有可能就是綁匪 許諾很驚訝 但結合已有的線索來看 這個猜測 就不會顯得那麼突圓了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啊 你在現在聽的是追兇檔案 第五百零四集 不知道怎麼說好啊 這樣算不算是 偽高人膽大啊 不算 這樣算是 資源充分利用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組織的特性嗎 對他們來說 人命不是命來的 而是可以放在天平上的籌碼 是可以計算得出幾元幾毫 我猜這個人不是主動回來的 是組織要求他回來的 蛤 組織說讓他回來他就回來 那麼忠誠的嗎 不是忠誠 我猜這個組織用的 是恐怖統治手法 你看看李慶 他就是因為害怕 才不說 許能沒有出聲 我看著他一眼繼續說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是個機會 只要我們可以提供足夠的安全感 我們可以在李慶的身上 得到大量的信息 再怎麼說 這也是個突破口 算是件好事 後半夜我稍微休息了一下 但睡得不太安穩 出現幻覺的日子 我一般都是睡不好的 尤其到四點多的時候 田子敬打了個電話 告訴我迷藥的事有進展 我有點激動 立刻問他什麼回事 他在電話那裡說 失徹的 是一種叫做地忽圓的藥物 這種藥物 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吸入式麻醉劑 可以在較短的時間裡發揮作用 這種東西管理也應該比較嚴格吧 怎麼會這麼容易失洩呢 田子敬的語氣都很困滑 我都不清楚這是什麼回事 但是這幫醫生說 這些人 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是醫院的內部人員 他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沖著地忽圓去的 連兜路都沒有兜 但是後來查攝像頭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人 不是他們醫院的 又監控? 田子敬的語氣帶著笑耳 我已經查過了 這個人身高1米700 內皮 雖然戴著口罩 我們看不清他的臉是什麼樣子 但是基本上可以判斷 偷切地忽圓的人 就是你們在追捕的那個殺手 我激動地揮了手 許諾看著我的表現 知道是好消息了 都情不自禁笑了起來 我說給田子敬聽 不要繼續查下去了 只要扣認這個人 和他們追查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我們就可以用警告的資源 在不驚動眼線的前提下追查他 許諾有點不解 為什麼不讓田子敬查下去 多一份力量 豈不是多一份可能嗎 現在我們需要盡可能精簡人手 避免暴露我們知道的消息 不然家家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險 要知道 我們現在不只是追捕行動 還要夠完 許諾點出頭 看著手錶說 那你需要不需要睡一會 不睡了 就這樣吧 我去洗個臉 我們一起去見一下李慶 我猜他今晚應該睡不好 簡單收拾一下 我們來到審訊室 看守的警官都是有點為難 直到我告訴他 如果有人來查 我可以負全責 他才肯讓我把人帶出來 和我預料的差不多 李慶明顯沒有休息好 對眼下有個黑眼圈 整個人精神狀態都不是太好 你考慮成怎樣 他來到審訊室裡 我笑著問他 哼 還未考慮好 李慶都笑著回答我 我有點奇怪了 這個 是我沒有預想到的答案 怎樣 考慮整晚都未考慮好 畢竟這個涉及我的身家性命 所以謹慎一點還是沒有錯 我探大手掌有點無奈 我都知道 要你一晚做出決定 真是很趕 但沒辦法 我們沒時間 怎樣 有什麼其他變法 李慶很敏感地捉到我話裡的信息 是警察內部的問題 你呢 可以提條件 只要你可以協助我們 所有條件都可以談 什麼都可以談 李慶露出一些感興趣的神識 我鬆了一口氣 只要李慶肯談 我就有把握說服他 你們想知道什麼 是組織的訊息 還是走掉了那個人的線索 都有 我毫不猶豫地說 李慶抬起頭看著我 突然間有了一些興趣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說 這樣吧 我也不是不想和你們合作的 但是 我需要你們證明一下 你有沒有能力 可以實現你的承諾 我可以告訴你們 組織的事 但是你要自己 把逃走那個人抓住 我既然答應得你 就肯定做得到 不用這麼多次一舉 你就不擔心我們捉到那個人之後 他才交代 張浩東這個人是傻的 這個人就是個徒夫 李慶一點都不著急 他看著我說 他們知道的訊息有限 都是組織單方面聯繫他們 我是知道組織訊息最多的人 我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李慶透露了一些之前沒有的訊息 承認了組織的存在 也承認自己是組織裡的人 而且告訴我們 他是知道消息最多的人 看上去是妥協 而實質上是一種威脅 他就直白地告訴你 等你可以證明你能力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合作 而且他還知道得很多 儘管現在他什麼都沒有說 但我還是會把他保護起來 這傢伙真是夠奸搞 但也令我相信 李慶的確掌握了更多資源 只要抓到在途的人 敢接下來 對組織的徵破 就會變得順利起來 我敲著桌子 覺得這一筆買賣都做得過 最後我也是答應李慶 跟他做這一筆交易 一方面他態度很堅定 沒有商量的餘地 另一方面 我手上都掌握了一些線索 所以比較有自信 可以抓到在途的兇手 在審訊室出來 時間是朝早五點幾 天還未光 空氣入面 微晚一種冬天特有的清晨味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 看著窗外的黑夜發起牛豆 本集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 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你現在聽的是追兇檔案 第505集 許諾走過來 站在我旁邊 順著我的視線看過去 有些好奇地問 外面那麼黑 你看什麼 我在想 那個兇手的行為 有點反常 你想想 他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況下 得到催眠劑 但為什麼偏偏自己來偷呢 我摸著下巴 很不解地說 或者 組織裡面有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變動 嗯 有這種可能 我們現在對這個組織 一點都不了解 但幸好 只要抓到這個在途的兇手 我們就可以順頭摸瓜了 那捉捕兇手的進程怎樣 唉 還是差點 我們只是確認了 綁架佳佳的人就是他 但沒辦法確定他行蹤 而且我們時間不多了 如果到時候 還找不到人的話 就只能夠陽光來見李慶了 許諾走慢眉頭 明顯他都認為 這是一個不好的結局 尤其是李慶願意 跟我們合作的前提之下 如果他出了問題 那我們等於又斷了線索 我吸了一下鼻話 靜在想 也不是辦法的 我們現在去找田谷 把已有的線索給他 然後全力追捕這個人就可以了 只是期望著搜查的進度夠快 可以趕在今天太陽下山之前 我和許諾來到田谷辦公室 說一下目前的情況 田谷依然仍是愁眉不展 只有當我提到 找到兇手的終跡的時候 田谷對眼裡才有一絲希望 但搜查依然很難展開 就算我們知道醫院的消息 但依然不能順著這條線查下去 原因很簡單 這個消息是順著田谷的女兒被綁架查出來的 如果我們大規模傳這個消息出去 很有可能引起綁匪的警惕 一切行動的前提都是保護街街的安全 所以最終決定大部分警力 尤其是基層的 依然執行現在執行的任務 只是位置稍微變動一下 小部分由我直管 刑警帶到同志 開始順著醫院丟失的藥劑消息 開始查起 盡可能避免消息洩露 我有一種感覺 這個綁架家家的綁匪 與組織的關係似乎不太好 他的一些行為 不符合我們之前得到的 關於這個組織的認知 這個組織向來都很謹慎 如果是組織的命令 怎可能有得他醫院暴露自己行蹤呢? 這一點很不符合邏輯 或者他與組織起到衝突 但這些都只是猜測 我們需要找到人 然後將猜測落實 認證對這些刑警得到的消息 就是追查醫院丟失的藥劑 只有我和小趙幾個小屬的人才知道 追查的其實是一些廢棄的工廠和民居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個人就是綁匪 那他沒理由帶著小孩子 在大街上當的 所以我們斷定 他是有一個藏身的地方 這一個才是我們真正的目標 我將遇上中的人手召集過來 加起來我一共有六個 人不是很多 但都是可以信任的 我將任務分配下 兩人一組 將整個東二環附近的地域 分成六個部分 主要的精力放在沒有人居住 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以我的推測 這個在途的綁匪 可以這麼多人不讓人發現 必定有一定的反偵察能力 我們要順著他的思路走 才可以抓到他 我依然和許樂一組 負責中山路一帶 這是我選擇的 這附近早竟然是工業區 現在很多地方正在改建 有不少再建的大樓 和早就不知道主人去了哪裏的舊樓 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坐在車上 許樂一路研究地圖 一路問 這塊地方這麼大 為什麼不分兩組 或者把這塊地分一下 我們兩個人負責這裡 會很吃力的 我一路開車一路解釋 小召他們經驗有限 把太多地方分給他們 可能會有遺留 所以我給了他們更小的區域 一方面 他們可以查得更仔細 小快點錯誤 另一方面 我們是有幫手的 蛤?幫手? 誰啊? 我們有幫手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們的幫手是自己來的 都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這麼多時間幫我們做事 我把車停在一部不起眼的帕沙特後邊 他有點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我讓了頭 視意他往前邊 果然 前面的車門很快就打開了 田子竟在上邊下來 大步拉過來 坐在我們車後座 他很無奈地問 怎麼搞得好像地下擋桌頭 有這個必要嗎? 為了家家的安全 都謹慎一點 喂 你有沒有酒樓風聲的? 沒有 我只是跟單位裡面說 我今天身體不舒服 所以請了一架 上面就沒有多問了 許諾打斷我們不解的問了 蛤?就他一個嗎? 少了點吧 我們要查的地方這麼多 嘩? 我攤大手板說 這樣也好過沒有 現在人手緊缺 不要說來個人 就算來隻狗也是不錯的幫手 田子竟在後面疾了一聲 看樣子對我的比喻很不滿意 我笑了一下看著許諾 許諾嘟了嘴嘆了一口氣話 唉,好了 那有的確是的 那我們在駕駛時間吧 我點了一下頭 幾個人一起下車 今天有風 所以沒有了不是那麼嚴重 視線都不錯 對我們來說 是個不錯的消息 但是入幕的 都是正在建的泥路 和一些只有一個 樓體的工程樓 這些地方都可以藏人 我有點頭痛地捉了太陽穴 好像我們的工作量 比我想像的要大 我和許諾還好 穿著普通的運動服 在那些地方走起來 不會太吃力 田子竟就不同了 西裝骨骨地走起來 非常吃力 塗完第一棟大樓的時候 田子竟的面色已經有點難看 本集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你的收聽 歡迎你關注點讚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覆的 多謝你的支持 多謝你呀 多謝你呀 幹什麼 我會不會太 делат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